中秋節過了 之前彰化市知名的蛋黃酥店不二訪 沒到中秋節檔期 這店門外大家都會去排隊 那一盒十五顆的蛋黃酥 七百五十元價 今年說被黃牛喊到兩千 可是中秋節過後 黃牛拋售 一盒一千有角 還跟你說可以小刀能溢價 民眾就虧 沒想過這黃油 也會被蛋黃酥給套牢 說除非你真的賣得很低 否則是不吸引人 要他們留著慢慢吃到過年吧